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上個星期 霍士新聞搶襲地走出來宣布 說拜登已經勝出了阿利桑拿州 成為了全美第一家宣布這個消息的主流媒體 自此之後他們的收視就暴跌了 因為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 這一項的宣布是不妥當的 因為阿利桑拿州存在著很多選舉爭議 尤其是關於選舉舞弊行為 再加上特朗普本人 連日來在Twitter上對霍士新聞作出了評擊 說他們走了 於是乎特朗普的支持者紛紛轉台 轉了另一家媒體叫Newsmax TV 不知道霍士新聞現在是否為了補獲 在昨天他們專訪了特朗普法律團隊的一位律師 這位律師在節目上詳細地解釋了 究竟在金湯的大選當中 幕後勢力是怎樣利用那套點票軟件 來出籤 這位律師叫做Signy Powell 是一位女性 他在節目當中透露 這一套的軟件 即是說Dominion 其實特朗普也有多次 點名批評這套點票軟件 他聲稱 這套軟件的出現 本來就是為了用來干預 不同地方的大選結果 背後牽涉到的國家 包括了中國 古巴 和委內瑞拉 這位律師聲稱 說他已經掌握著 相關的證據和口供 來證明他的說法是屬實 我的看法就認為 第一 這位律師其實有必要進一步去展述 他所提述的三個國家 是怎樣牽涉到這套點票軟件當中 到底這些國家分別是扮演著什麼角色 第二 就是我們普通人聽完之後 都是孤妄聽之 也很難說他怎樣 核實 或者是fact check 最緊要就是 如果他真的有相關的證據 就要提交上法庭 而法官都信納他所說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這位律師就進一步去解釋 原來那些出籤的人 就在國外去利用這一套軟件 來操縱今屆的大選結果 換言之 那個老千 就不是在美國國內來搞這些科技 這位律師的說法 令我想起 在上個星期有一個傳聞 這個傳聞 首先就是由一位 德州選區的聯邦眾議員 人家有名有姓 就叫做 Louis Gurmert 他就說 有一家的點票系統公司 就叫做 塞特爾 他們在德國的法蘭克福 就有一台伺服器 記錄了今屆美國大選的即時點票情況 照計就會記錄了那些 出籤的行為 因為他有了那些即時數據 後來 這家塞特爾公司 就否認說 他們有在法蘭克福 設置這個伺服器 不過也有網民在追尋之下 就發現得到 這家公司的伺服器的IP 正正就是來自法蘭克福 那究竟哪一個說法才是對 到底那些執法人員是否真的 扣押了這一台的伺服器 其實截至目前來說 暫時都未能夠證實得到 這位特朗普律師還說到 他們的團隊正在調查 究竟 決定拍板扣入這套 Dominion點票軟件的 州政府官員 和聯邦政府官員 跟這家 存在著什麼 利益關係 有沒有利益輸送的成份 他又說到 拜登的兒子亨特 原來有份 穿針引線 使得某些州 買入這套軟件 當然他要有些證據說出來才行 現在他暫時只是口說 另外 他就說 在這麼多年以來 有很多人都分別向FBI報告過 就說這個Dominion軟件 是有問題的 不過 在這麼多年以來 都未曾作出一個正式的調查 其實這一類電腦軟件的點票系統有問題 就不是今時今日才有人知道 上一屆特朗普 就是險勝希拉尼 其實有些網民 就找得到 在2017年頭的時候 CNN就製作過一個節目出來 質疑這些點票軟件 是很容易出千的 一個人又可以投幾票 諸如此類 整個節目 說得巨勢無謂的 好了 為什麼來到今時今日 現在出現了這麼多具有合理疑點的選舉舞弊行為 這些主流媒體又隻字不提 當初你們也有懷疑過這些點票軟件是靠不住的 現在因為點了出來 那個票數是對拜登有利 所以就不用提了 那做什麼主流媒體 原來那些批判是選擇性來批判的 真的 這位律師還提到什麼呢 就說有部分反特朗普的探員 就試圖來威脅某些證人去改證供 那究竟這些是不是屬實呢 我就真是 很難去判斷了 但是之前那個賓州郵局的吹哨人 他就正正是曾經被一個特工來威脅他 叫他小心點 所以你說 他所說的這個說法 有沒有可能是存在呢 當然是有可能的 但是就需要更多證據來證明他這個說法 聽完這位特朗普律師的解釋以後 也難怪特朗普為什麼會認為這場的總統大選是違憲的 因為 其實都已經是超出了那些什麼 郵寄投票的漏洞 或者是死人投票的舞弊等等的東西 如果說在國外有個人可以通過這一套的點票軟件去出籤 基本上凡親有用到這一套軟件的29個州 他們的點票數據都有機會是被人用這個軟件的後門進去 然後就進行修改做了手腳 但是大家都理解到 除非說 這兩位候選人他們的勝負距離是很窄的 有些州定了是 少過0.1% 就會強制進行 重新點票 但是如果勝負距離 幾萬票的時候 就很難要求他重新點票 你不能夠每個州都重點 就算是去當地的法院提出要求 法官都可以不理你 因為輸得太多 但問題就是這些票是真還是假 如果這一套的點票軟件真的有人在 國外出籤的時候 你又不去重點 又不去逐張票來檢視 根本上就很難是證實到什麼 所以特朗普都在Twitter上預告 就說他們那些大單的官司 就是要證明這次的大選 就是屬於違憲 現在就理解他為什麼會有這個傾向 然後就看一下大陸方面的官媒 又對蓬佩奧是口誅不伐 為什麼呢 因為蓬佩奧在上個星期他就宣稱 說台灣並非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明顯地就是擊中了大陸的痛處 因為你公然這樣說就等同於是挑機 大陸其實都罵了他好幾天 但是 在最近這個央視網站的 中華之聲的欄目 竟然間就用到人渣和搞屎棍來批評蓬佩奧 可見蓬佩奧這次就真的踩中了大陸條尾 搞到大陸的官媒火力全開了 這一篇的文章就這樣說 他們就說蓬佩奧向來都只是計算自己的政治思理 他的價值理念行事風格 和整個時代潮流都是背道而馳 格格不入 他留給世界的就只有欺騙 脅迫 霸凌 和謊言 這些究竟是在罵誰 他說在罵蓬佩奧的 但是可能有些讀者看完之後 就覺得他在罵其他人 如今 這個世界最大的搞屎棍 即將借幕 且看他怎樣表演 在一個官媒的文章上 竟然間是用到這些低俗的詞彙 究竟是否恰當 這篇文章還說到 在此我們就要告訴蓬佩奧之旅的人渣 你錯判了國際大勢 生錯了年代 中華民族一早就不是東亞病夫 中華大地也早不是 外國勢力可以亂來的競技場 他就說人渣 又是這些 操俗的詞彙 而且在這篇文章值得留意 其實是他們試圖 把蓬佩奧這番言論 和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 區分起來 文章當中提到 蓬佩奧公開發出了 和美國官方不一致的論調 公然違背一個中國原則 其實看通篇的文章 都只是 對於蓬佩奧口誅不罰 沒有提到別人 換言之大陸就想把 蓬佩奧所說的這番說話的責任 純粹就是歸咎在他本人身上 就不想拖整個美國政府落水 等等 其實大陸這樣做的原因都很簡單 無非就是要留有餘地 等到一旦拜登真是上台的時候 起碼大家還有一個對話和滑船的空間 不用說得那麼硬 就把蓬佩奧所說的東西 當成了整個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 就好像變了沒有彎轉 現在他就故意 將兩樣東西是區分起來的 同時之間 大陸的官媒這幾天 一直來 寫一些批評蓬佩奧的文章 亦都是等同於 大陸是壓住了在拜登身上 因為 如果他們不是看準了拜登會贏的話 就不會寫這些激烈的文章 因為一旦 特朗普是可以翻盤成功 連任美國總統的時候 豈不是會罵得很僵 又罵人家人渣 又罵人家搞屎棍 你說人家接下來的四年做國務卿 究竟他會做些什麼 所以大陸方面其實就已經拿著了 就是認為拜登會贏的 所以在上星期尾的時候 祝賀拜登和賀錦麗 但是這次的駐馬 其實就很不穩 因為特朗普早在大選之前 就已經準備好 如何應對 那些選舉舞弊行為 包括 他一定要在大選之前 委任一個大法官進去最高法院 大家可見得到 他是有備而來的 不是說 按摩的 讓你在這裡砌 而且那些法院的判決會是怎樣呢 選舉人團的投票 究竟是否投得成 有沒有一個候選人是拿到270票呢 如果是沒有的時候 就變成另一種方法就是由眾議院產生 我們也提過很多次 實在有太多的變數在 不是說到現在這一刻 就已經認定拜登贏 他就贏了 這個只不過是 好多的 國家元首 以及就是 主流媒體社交平台的 主觀願望 未成為客觀事實 所以大陸這次 究竟是吃壺 或是吃炸壺 很快就知道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